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建峰,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节的时事观察集结号 我们在电台AMS400直播,同步也可以在Youtube星电视频频道收看我们的直播和嘉宾见面 另外我们这个节目是由现在5点到6点半钟,香港时间是9点到10点半钟 本地三藩市的朋友提醒大家,到6点钟之后大家就可以转为在YouTube上继续收听 或者用我们的手机APP,用我们网上星导中文电台的网站 或者用我们星导中文电台的WiFi收音机,都可以继续收听 好,多谢大家在这里收听收看 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今天的嘉宾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是原班人马 我们在总统大选星期上星期二大选夜 我们一直在这里看直播,看了几个钟头 和我们一起在这里分析选情的几个嘉宾 今天再一次来到我们这个集结号的现场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上次我们看开票 开票结果睡醒一觉就好像变了个天 我们就要去总结一下,究竟现在这个总统大选的情况 会是怎么样?大家各自有什么体会 和我们分析一下前景,看下去美国会是怎么样呢? 好了,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在我们现场的嘉宾 首先介绍我们直播室里面,刘文义律师 刘文义律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香港的朋友,我是刘文义在山华市 向你们致敬,我知道你们在香港今天很高兴 珠江大湾区的同胞啊,我也很高兴在互联网啊 即使能够接线,大家互相鼓励 加油,我向南洋的朋友,很多华人也打个招呼 Hello,Good morning 好,刘文义律师呢,向南洋很多朋友也都在我们相当熟悉 即使能够接线,你这个节目呢,再讲一讲南洋的华侨 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就是我们三藩市的前市三市 和前古直观,邓诗美女社,邓诗美Mabel 我们叫华人,Mabel你好 Mabel要先打个麦克风和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很开心今天和这么多个朋友一起来切磋一下 研究一下这个选情,和分享一下我们不同的领悟 邓诗美,好像今天见到你的心情好很多 非常好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我们霍永强 大家都熟悉了,就是我们时事观察的主持 霍永强,叫华人做霍卿 Terence你好 大家好,早晨 香港我已经叫了他的早晨 在美洲区五安 上一次原先估计正常面场开表有些意外 我觉得刚才Mabel,上一次他都很准确地跟大家说了 就是,嗯,都还有些变数的 好,接下来还有一位 大家都相当熟悉了,而且讲得每一次都相当精彩的 Larry,Larry,余錦光先生,他是在我们湾区 区资深的财经金融分析师,也是曾经在大金融机构里面做高层主管的 所以要讲美国经济呢,数据一定要找他 是啊,Larry,你好 各位好,迎来这个新时代,我相信就非常之刺激 希望今天跟大家有深入讨论 好了,那我们介绍完之后呢 我们不如逐位请大家做一个赛后评述 那究竟上个星期二,你们看到的和现在过了个星期 那你们怎样看这次美国大选 先我们每个人轮流说一说 就是尽数你心中想说的东西 先说一说,用这个数据分析 就是让大家有个清楚知道,究竟发生的事情呢 其实没大家想象到这么离谱的 嗯,好,好,Larry先走 第一个我们讲现在的迷思 就是很多人讲共和党,民主党 里面有没有警局呢 我就是比较喜欢用数据看东西的 以下就是纯数据 和所有政党没关系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投票没开始走进去投票那天之前 就总共有102个million 已经寄了进去了吧 就1亿0200万,对不对?大家 嗯 那这1亿0200万之中呢 就是 拜登这个候选人就叫鼓励民众 因为为了防止这个疫情传现 大家呢 就不要等到那天先了 在家里乖的填了一张表 那这次也是创纪录的 大家就是我想 从来没试过 有一亿张 还没开票之前呢 就几天来的 那到现在最后数字出来了 总共有1亿5千万的票 那他走进去那天呢 大约是5千万左右 大家记住这个数字 那大家就说 民主党的人呢 大约有六成 几七成呢 就是给了拜登的 而呢 那天走进去那些呢 特朗普哥哥呢 就很喜欢热闹的 那他有一些人在现场 所以所有现场的 无论他做事也好 又去投票也好 都是差不多三张特朗普 一张拜登 那我们反过来 记进去的呢 大约我记呢 就给了六成四 是拜登 那就剩下那些就是特朗普 那出来的票数呢 纯粹数字下 那天的 所以那天大家看到 所以那天阿邓 Mabel呢 我觉得跟你呢 同一条船 那当其他人很兴奋 见到共和党赢 我说 那些记进去的那些还没数啊 是不是 记进去那些还有一亿张票啊 你不数那些 尤其是 我们自己查出来了 在特朗普 共和党有些州啊 例如 Pansylvania 连开个信封都不准了 那天 是要数完走进来的那些 才到拜登的 所以呢 我那天去睡觉 我说明天可能会有奇迹的 我亲自跟我太太说的 我说 有一亿张啊 那明天再起来 我看到一条数就是这样 根据我刚才的一条数 六成多的邮寄 和三成多的特朗普邮寄的 走进来呢 我给特朗普呢 六成六是特朗普的 剩下的那些就是拜登的 加出来的数呢 刚刚就是七千七百万 拜登 嗯 七千三百万 特朗普 好 这个是纯数学上的 纯数学啊 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 睡醒一夜翻盘的问题 就说那些拜登的票呢 都未数 Mabel啊 Mabel今天呢 我知道因为他六点后钟呢 就另一些事的 所以他只是前一个钟头 会和我们一起的 让Mabel说多几句 Mabel啊 我先问一问你啊 对于华人在美国的选票啊 你有什么结论啊 嗯 都有一些结论的 我 我很同意啊 Larry刚刚的分析 就是 选举那晚 就是那些 excitement呢 就有一些 誤導了 那些 民众 首先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每一个州有每一个州的例 好像说那晚 为什么Pansylvania 我们想 应该是拜登领先的 为什么特朗普那晚领先呢 原来就是 Pansylvania 是不准开那些 邮寄选票的 就要数完 当日选票 才可以数邮寄选票 不过我今天呢 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觉得这次拜登赢 其实有四个factor 一个factor就是 少数民族票 是拜登的票仓 那少数民族票呢 就包括亚裔票 包括 特别是黑人票 还有这个 我们现在的族语呢 就叫做BILOC 就是说 同性戀 黑人 印第安人 和少数族裔 就是弱势社群 那在这个小数族裔票里面呢 就大家都知道 选举里没有人知道 你投了什么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亚裔 住在什么区 住在什么区 住在什么区域 然后那些区域 那些区域的投票倾向是怎样 那so far呢 我们就看到 特别是摇摆州 那些亚裔聚集团 那些亚裔的地方 亚裔是包括 印度人 华人 特别是越南裔 特別是越南裔 越南裔 和蒙 尼裔 就 菲律宾裔 和韓国人 那票数呢 是大多数投了给拜登的 所以在那些亚裔聚集团的地方呢 是起了左右性作用 那另外呢 就是青少年票 就是第二个factor 是青少年票 是大比数地投了给拜登 大比数是大概65% 但是有色人种的青年票呢 80%投给拜登 那我们说 有句话叫做 山大斩麻有彩 那你这里执些 那里执些 是有系统性的执 所以拜登的票数那么高 那我第三个factor呢 我就想讲一下 这个叫做 阿里桑那州factor Arizona factor 阿里桑那州 25年都是共和党控制 为什么今年是 转换了民主党呢 就是连奥巴马都转换不到它 为什么拜登转换到它呢 就是看到这个特朗普和拜登 两个政客的为人 记不记得 阿里桑那是由John McCain代表的 John McCain在阿里桑那是得高望重 但是特朗普是不断地侮辱它 当大家称赞McCain的时候 他就说 我不尊敬那些战俘的 他被人老过去 就是那时候在越南法上 他被人老了几年 他又被人老了几年 他被人老了几年 他被人老了几年 特朗普就确定是侮辱 这个McCain 那McCain的桑禮呢 他又没有参加 反而呢 拜登是McCain的好朋友 拜登呢 就出席了桑禮 而且是发言 所以这一次呢 就由这个McCain的遺伤 Cindy McCain 和一帮共和党的老臣子 在亚里桑那 就好像革命那样去反对特朗普 所以这个亚里桑那 不但特朗普输了 而且他连那个设计都输了 就是被Mark Kelly贏了 那我们稍后再详细一些分析 所以如果我们是 看下亚里桑那 是一个这一次选举的缩影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亚里桑那 和亚里桑那的亚裔是怎样去投票的 那我知道些少了 因为亚里桑那 斯克斯堡尔呢 很多姓氓住在那里 我们是那些祖宗是 起铁路遗留在亚里桑那 就在那里开始发展 所以我今天就是 当然是非常之开心 和大家再次分享 或者大家可以再详细一些 看看亚里桑那 稍后再看一下 Georgia 好 那刘律书都说 阿里桑那你也很熟 是 我在亚里桑那 我有一个别墅 所以我曾经在那里 我经常冬天的时候避寒 我就走去亚里桑那 所以我对于亚里桑那 你印第安人 和我们聚居的华人 我都很熟悉 我常去华人的地区 尤其是那些潮州人 开的集货店 经常都在那里买粮食 然后印第安人 尤其是 Navaho Indian Gila Indian 和我住的地区 那些厄千 印第安人 我都很熟悉 因为我那里有朋友 和我做花圆那里是印第安人 所以在这里 不要忘记 印第安人 其实和我们中国人的人口 差不多上次 他们差不多500人 500万 在美国有500万 有574个族 印第安人族 所以他们今次 在亚里桑那 我相信 至少八成的印第安人 在亚里桑那 是选拜登的 那我要你们香港的观众 和听众 要特别留意 因为我知道 你们香港 今天的大波浪 就是那四个议员 被劈出去 我要你们明白 香港那些泛民 港独那帮人士 我要劝你们 千万要思考一下 你美国这两个老契爷 无论是特朗普 无论是拜登 都好 不要发梦 说美国 英国会来救你们的命 我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我今天有个话题 要和你们大家 声明一下 因为中美关系 中港关系 中台关系 和中美关系 有相连接的重要性 所以香港 大家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 不要发梦了 现在要思考一下 前景 在拜登上任之后 香港 如何看法 你们的前途是什么 想想要思考一下 我今天有些见解 我希望香港的同胞 大家互相合作 在慕联网继续联络 保持建设性的对话 好 待会我们会来说这个问题 现在请问Terence 霍卿说说大选 这样的结果 你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看法 现在出来的结果 和原先预计是相对比较接近 刚才Larry也说了原因 但我也觉得 大家也要注意到一点 去到最後 特朗普是拿到7,250萬票 這個數字是贏奧巴馬的 我先說 還有最強盛的奧巴馬時代 但是當然了 你看到我們有更加強盛的拜登 7,700萬票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也是 我都在其他節目裡面都說了很多次 民主選舉現在有一個問題的就是 有很極端化的現象出現 這種極端化的現象會因為投票比例高 所以在某些地方 例如說 如果去到一些強制性投票的地區 相對地大家的投票意向是比較 你可以說比較穩定一些 或者保守一些 所以你看到這次總數的投票比例是創了新高 你可以說其實特朗普應該出來支持的人都出來了 但是你可以說因為其他 相對地希望可能 恢復一些美國傳統的思想 思維的人出來 所以令拜登的票破了紀錄 出到最後的結果 但是我們不能夠忽視就是 特朗普拿了很高的票 這代表了什麼呢 反映了什麼問題呢 還有當然 今天我也建議大家 可能剛剛 應該不知道是昨天的前日 就是《Washington Post》出了一個分析的 其實就講到到底那個投票不同 投票的傾向的變化是怎麼樣 其實可以說就是 特朗普的書是在於 就是你可以說民主黨已經是傾策而出 而共和黨人相對地 對於投給 特朗普的票 其實比例上是少了 就是可能總數是多了 但是比例上是不夠那麼高的 而且想好像一些傳統的一些相對地 比較密集的州 像特朗普和剛才提到亞利桑 他們最大的變化 其實就是傳統支持共和黨的人 並沒有支持特朗普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的少損失的比例 其實大了很多 我想這個也是 值得關注這種情況是怎麼樣 這種情況出來之後 對於往後拜登上場之後 到底要面對怎樣的挑戰 好了 講回那個結果 我們幾位在這裡講的時候 你都覺得拜登已經贏了 但是你知道白宮現在的主人說還沒完的 遠遠都還沒完 現在他們還有很多官司在準備著 也都看到網上 都是越來越多流傳這些所謂選舉的詐騙 這個新舊政府也都未曾有任何正式的交接 這種情況大家看會還搞多久呢 特朗普搞不搞到什麼樣子出來呢 梁總啊 你有沒有發覺 現在拜登在國外 尤其是國外西方歐盟的領導人中 他的聲望現在很高 今天最新則消息就是有講羅馬的教宗 已經恭喜祝福了拜登上任 同樣的在倫敦 英國和美國這麼親密 特朗普和 Boris Johnson這麼親密 Johnson已經叫他是過往的總統 the previous president 在他的parliament支持的時候 還沒走的 他做到一月的 我講真的 現在歐盟的國家領導人 從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 那條船都快點爬走了 我剛才講到 拜登似乎在西方的聯盟 歐盟尤其是歐盟 他的聲望好像比特朗普高 並且期望已經差不多接受他是新任總統了 但是同樣的 你現在看中國 看俄羅斯 看伊朗 阿根廷 Venezuela 很冷淡 Venezuela 所以看到 可見 我們現在世界環球穿化 還有很大的風險 就是拜登上任 特朗普連任 我相信在國際的情況 國際的地位 現在美國還有很多困擾 很多大問題 所以現在拜登 我想最面臨最大的問題 是本地 這個疫症的大問題 第二就是經濟的問題 經濟崩潰的問題 現在很多老百姓在求救 他的economic relief proposal 要援助那些窮人 沒有職業那些人 那個economic stimulus program 沒有辦法通過在國會 因為政治化了 是 我們再加一個觀點 就是 特朗普在這個時間 然後大家可能少用這個角度看看 根據特朗普的性格 和他所有做事的四年 我們現在很擔心 他剩下這幾個月 他就當是一個人質 和拜登搶什麼呢 我是特朗普的時間 因為現在我要輸了 我第一件事我想到就是 我的下半生 我可不可以拿到特赦 我一走 沒有人能夠告我 我欠的錢 不用說 我殺過的人 不用判 我非禮過 那他又沒有殺人 舉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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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 不會喜歡我這樣說的 但是現在所有的跡象 我們不能夠看 我們不能夠用常理去看 通常總統應該很大方 過度出來的 但是特朗普坦白說 在選前我已經說過了 他是不能輸的 如果現在很多證據進來 他可能真的要輸了 但是他還可以跟拜登說 我現在給你一個爛的白宮 因為他很好地地過 不過條件是什麼呢 他現在有這麼難做到難做 讓拜登知道他是 有決心可以做到這麼難做的 可以做成 種族之間 兩邊是可以火拼的 然後後面可能經常有個電話 跟拜登說 接著拜登就跟我說 好吧 你好走 一路好走 一路走好 我想Nary可以放心 這個我想看 我看到很多跡象 現在是這樣的 Mabel想說 是嗎 是的 我想複製一下 Larry那個說法 其實Terence剛剛開始的時候 都提到的 因為這一次 雖然拜登贏 是定局來的 所有官司都改變不了 因為他 他選了這麼多官司 每個地方 就是每個州的那個法官 那個法院 就已經 訂了出去 因為他說 他說他challenge 那些有死人 或者有不合資格的人 在這裡投票 但是 你看回頭 開票 就是所有候選人都可以監視開票的 就是說 每一個郵寄信封寄進來 大家是看到簽名 看到選舉策 看到那個人住在哪裡 是不是還沒有投票 先 是沒有人去challenge他 所以你現在說 我想回頭去challenge他 是沒有作用的 那我不會覺得 有任何的法官 會是 同意Trump這樣的做法 所以你剛剛 開場的時候就說 他這些 就是法律訴訟有沒有結果 是毫無結果的 因為他失敗已經是事實 那事實在哪裡呢 我是很同意 Larry這麼說法 因為特朗普他是 就是商場上是出名 就是沒有信用大哈勢 還有他 他的人品就是一個bully 就是他一個霸凌來的 他可以怎樣bully你呢 他就可以bully你 那你現在看到呢 他前三天就無端端地 炒了他自己的國防部長 這個Mark Espin 那大家都知道 記不記得 Mark Espin 是第一個出來 批評特朗普 以及抗議 他用一些催淚彈 去對付那些民眾示威 還有那一次 記不記得 特朗普要 走過那個 華盛頓DC 去那間教堂 拿一些聖經 拍照 就是那次放催淚彈 就是驅散那些示威者 是Mark Espin 出來反對 說他不可以這樣做 不應該用這個 是一個National Guard 國民警衛軍 所以他現在呢 突然間要 他都是已經 就是揹腳鴨了 他現在去炒了他魷魚 那跟著呢 這個Defense 就跟著一班老臣子 一辭職 那現在特朗普呢 就派了他的親信 這幫人們 做出出裝飽 一個民眾抵操 這個本土的這樣 那然後 這個由他繼續 對韓國民警衛軍 去鎮壓 一半小小的 他回答 他去去做 國民警衛軍 那他其實就是 那個一個 做法 我去做 為什麽共和黨自己都老臣子都不同意他的做法 因為大家都看到他的為人 以前沒有辦法他是主子 他現在已經輸是定局 所以慢慢共和黨 你看著McConnell 他不用幾天 他就不會承認他 又轉台 他要轉台 為什麽呢? 因為Georgia太重要 Georgia 1月5日有個回落 如果共和黨失去Georgia那兩個位置 天亂 即是說總統上議會下議會 全部用民主黨主導 民主黨主導之後 如果他是用這個硬碟 他可以在宇宙法院加三個人 即宇宙法院以前只有六個最高法官 現在有九個 民主黨如果主導了他可以加到十二個 即是說 這個遊戲玩得太久了 他們要把那些精神精力和裁縣 去支持這個Georgia那個運動 即如果我 即是如果我 在宇宙法院 我會這樣做 十二月那裡 但是 因為Terence說一下 但是特朗普都做為總統 可以掌握實際的權力 包括你說動用軍隊也好 甚至對外發動戰爭 他都有實際的權力 Mabel都說了 可以再煽動一下群眾 可以出來搞街頭暴亂 Terence你覺得有沒有這樣的風險在那裡? 我覺得有風險 但是不需要擔心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看其實在美國老實說 如果真的做的事情 做得更加肉酸 背後牽涉問題更加深的人 或者主要的官員都好 就算包括總統在內 其實都大有人在的 就好像小布殊 如果真的要數它上來 都會有時間去數 但是事後其實你都沒有人理會這個問題 因為畢竟我相信 我相信站在美國政大本身的保護性已經很強 所以我不認為會牽涉到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走之前就一定說一件數 最多就是可能 特朗普四任之後人都走了 真的連身體也走了 可能真的不再有長時間在美國都不定 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 但是你說會不會走去告他呢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這個人 真的會被人發現 那你剛才Mabel說得很對 那些人是不是太 但是問題就是他是廣多做的人 所以或者他做的事情 對外可能會做得很激烈 但是對內的話 其實始終都是做得不好的 那另一個問題就是 本身剛才提到 就是其實共和黨黨內對於特朗普 其實都不滿情緒有多高的 但是我需要注意一點就是 這次選舉的結果 有一些數字都挺令人意外的 就是在大部分受到COVID 即是受到新冠病毒影響的州郡 投票傾向比特朗普的人 是多了的 那個比例是多了的 而這種情況就是 失業率增加高的地方 也都 他的投票比例也都高的 也都就是說 說真的到現在 大部分這些選舉都還是 不是很理性的 而且尤其是 拜登擺出來的姿態 其實我就是傳統 而事實上 在美國 還有很多人反傳統 而且有一個重點就是 就是 早幾天都有條片流出來 就是 特朗普在上一屆 競選對希特里的時候 他在他的選舉裡面 就說 我要揭開一個 烏衛腐化的美國深層政府 老實說 當然 但是連任他就不可以再說這句 所以導致到 他這個 有很多這方面的選票 都可以說 你都拿不到 但問題就是 你都見到 美國本身 那種撕裂情況很嚴重 這種情況 我覺得撕裂 真是最大的麻煩所作 好 我們現在稍微 我們休息一會 大家喝一口水 我們很快就回來了 一枝川雲戰 千軍萬馬來相見 我們回來時事觀察集結號 我們講完這半小時之後 我們就會轉到網上收聽 如果是看視頻的朋友 可以繼續 現場可以收睇 如果是聽心機 可以用我們的手機 或者我們中文電堂的網站 點我們的直播就可以聽得到 好了 剛才大家都談了一個問題 就是 今次 就不是我們想像中 所謂有 絕大比數 一面倒的勝利 其實 拜登雖然最後 現在看是贏了 但在他贏的 關鍵的州 他贏的票數 其實 不多 空前那麼近 可以這樣說 如果是直選 就五百萬 直選就是 但我們現在不是直選 我們不是直選 也都講到 共和黨 拿到的票 都不少 七千多萬 都是奧巴馬 人口增長了 但還有一件事 就是 剛才提出的 就是 今次是共和黨 有一部分的共和黨 不投特朗普 所以如果這部 下一次選舉 共和黨又來一個保守 但又沒有特朗普這麼討厭 那他可能 拿個票 會更多 美國這個撕裂的情況 就 很明顯 而拜登 當他勝利演說 講到 我要怎樣去 去治療這個的美國 要團結美國 這些是不是都是 空話來 梁總 這方面 我有幾個看法 事實上有很多白人 他為什麼要支持共和黨這個政綱呢 我相信有幾個重要的項目 第一 脫胎的問題 脫胎 就是脫胎 很多美國人對於脫胎很大反感 第二 美國現在 反移民 尤其是 不是歐洲來的移民 不是白人的移民 來美國 很大的反感 我經常 我經常 很多文章 以前是英文的專欄 我已經商量過這個問題 我叫這個叫做 The browning and yellowing of America 美國 美國現在 在這二十三十年之內 種族移民的傾向 從亞洲 和拉丁美洲 和非洲 來了很多人 減去顏色 有識人總要盡量排除 所以現在 美國有一個很擔心的現象 就是 城市大都會 現在少數族裔 越來越多 白人恐怖 很多現在 傾向字的郊區 我們叫做 suburban flight 你好像我們灣區那樣 很多的白人 他就走向 馬林 County 走向 Sonoma County 反過來 城市現在放棄給 新移民 新的一代 多數是少數族裔 在這裏 共和黨 所以有這個號召力 就向著這些 驚移民 無論是合法 不合法 都好 他們很驚 美國就變了黃色 和 browning 和黑色 變了 質素就變了 中色 有膚色 深色 深色一點 所以這個傾向 阿特朗普 和共和黨 利用這個圍牆 墨西哥和美國的邊界 那個牆 所以打到這麼激烈 就是 他無論如何 有沒有理智性 沒有理智性 真的 他都要說 要建一個圍牆 不是因為要建一個圍牆 經費重 就是這個號召力 能夠使得白人 尤其是大白人主義的人 恐怖這些南方來過邊界那種 墨西哥人 唐人 人蛇那種潮流 他們很大的反感 所以你在南部 有很多白人的 郊區的農夫 都是共和黨的原因 就是他們反移民的潮流很緊張 這個真的很明顯 看今次開票就知道了 民主黨贏的就是那些人口集中的大都匯區 所以就在一些傳紅的州裡面 就是那幾點難 就把那個州反轉 Mabel 你覺得怎麼樣 今次 美國這種民眾 經過特朗普這四年 進一步的撕裂對立 有沒有機會可以有些什麼的扭轉 我是對將來很充滿希望的 這一次 對的 大家說得是對的 就是這個種族撕裂是很嚴重的 這個white supremacy 就是白人至上主義 就被特朗普 就是好像點火那樣翻生了他們 我們說 就好像那些蛇羊在那裡 出來了 你收回他們進去 就是那些種族主義的情緒出來了 拜登做也好 誰做總統也好 就是民間那些種族主義情緒是存在的 是我們一個大問題 但是我的樂觀在哪裡呢 我在三藩市有很多朋友 一些亞裔朋友 年輕一點的朋友 很多駕車去了亞利桑那 我上次沒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那這一幫年輕人去亞利桑那 就是去鼓勵那些 廖族的那些票數 鼓勵越南票數 鼓勵那些華人出來投票 你不要說 那18萬票真的起了作用 就是在這個州裡面 還有 那些人是會改變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分析這個 青少年票 就是我們說青少年 一般都是18到29歲 就是他可以投票之後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那些青少年票 我們可以看到 就算是 那些白人的青少年 都60幾個巴仙投了給拜登 是他們自己的一個聲音 說我們是不贊成種族主義 如果你看一下黑人的青少年票 90個巴仙投給拜登 亞裔的青少年票 都是大比數投給拜登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年輕人的票 就是說這幫年輕人 18到29歲 20年後 他們就變成了我們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看年輕人來說 這個國家是有希望的 我自己就習慣了 在這個社會上 有不同的聲音 是OK的 是正常的 我們不需要只是一個聲音 所以有不同的聲音是正常的 我們應該更加大聲地去 呼籲大家出來 參加社會活動 特別是爭取資源 阿裔特別是在加州 還有很多資源是不公平、不平等的 我們要去爭取 但是我是不斷地鼓勵 年輕人也好 中年人也好 老年人也好 我們應該和其他族的合作 不要只說 不要整天孤立自己在一個社群 或者社區 我們會多些出去和別人交流 而這樣去強大我們自己的勢力 所以總的來說我是樂觀的 是 都很有根據 如果聽Mabel這麼說 似乎希望都還在人間 Terence你怎麼看呢 我有一些保留 我有些保留 我想這句也不是我第一次說 不過我應該有一個很簡單的顯示 去到美國什麼時候會 真是種族相對平等呢 就是如果美國很明確地可以接受中國的話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indication 就是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是怎麼樣 就是我現在不是在說特朗普那些粗暴手段 就算是在奧巴馬年代 都是有同樣的問題就是 其實這種美國在上要dominate這個世界 這一種這樣的想法呢 我覺得美國本身要改變 就是你應該視自己是一個leading 是一個領先的世界 不是一個dominant 不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世界 就是美國最強調自己的影響力 對這個世界是不利的 對於接下來 就是中國肯定要繼續上升的形勢 更加不利 就是我 所以我都 很多節目都希望都講 中國到底是什麼不同呢 或者大家應該用什麼態度去看呢 我覺得這一點是重要的 如果有一天我覺得 我覺得美國和中國都 就算你不需要真的當作停一停 如果大家始終 可能對自己本身的國家都有一個信念 但是最起碼就是你認同中國某些做法 可能都是一個有效的方法的話 那我相信這個折射出來的結果 就是會解決美國的種族問題 Terence 你打開了門 你所說的話 我很有認同 我是一個美國的華人 但是我對中國是有個心 在這裡 所以我又特別指出 華人在美國中 我想輸得最多是我們台灣 那些蔡英文那些支持人 還有我們香港那些港獨的年輕人 泛民那些年輕人 很大力的支持 說要塔南堡他們的乾爹要贏 現在他們兩邊都輸了 那究竟中美關係呢 樂不樂觀 就是拜登呢 正月20號宣誓就職做了新任的總統呢 面臨美中關係 是否一個樂觀 對話 互相珍重 喪贏的關係呢 不知是不會太好 冷戰會不會繼續呢 我相信在這裡 我們香港的同胞要特別思考一下 第一呢 那些想來美國移民那些要做難民呢 你們沒有發夢了 沒有可能美國要打開門 給你們香港那些年輕人 又沒有技能 又沒有教育 又不會說英文 國語又不行 英文又不行 他怎麼會打開門給你來呢 拜登說美國會歡迎多些難民 可能這個包不包去香港難民 請你來申請 給你一條船坐去米亞米 有可能米亞米的古巴佬會歡迎你 去做烹飪 在廚房裡做炒麵炒飯 你那些年輕人懂不懂炒飯炒麵 懂不懂煮古老肉 所以我就說不要發夢 香港其實我更加有信心 為什麼呢 因為珠江三角洲 如果我現在目前是二十歲的年輕人 你相信我會向哪裡走 我會向著國內啊 要找機會啊 大灣區 大灣區 你想像一下 七千萬人 大灣區 東南亞 有幾十萬啊 有我們海外的華人 有七千萬啊 七億七千萬啊 再來美國呢 北美洲有幾多啊 至少啊 七八十萬啊 拉丁美洲就是巴拿馬一個 中美洲一個國家都有三十五萬華人啊 墨西哥有十幾萬華人啊 你想像一下 現在的世界啊 你們在香港啊 沒有助長觀天啊 變了啦 這個世界現在是雲球川化啊 多語言是好的 不用怕 學英文 學國語 嗯 好啊 阿拉丁美洲 美國都夠久了啊 我們這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對立分歧 是怎樣修補呢 拜登就說他要去修補 怎麼修補到呢 我現在說一些東西呢 就用另外一個方法 大家如果聽過我說話呢 我經常說無限接近類 因為呢 所有見到奇奇怪怪的東西 美國對中國的這種反應呢 我們美國是上帝祝福的 人類史上從來沒試過這麼威威的 兩百多年 好像美國就是西方的漢武帝唐朝 是這樣的 如果在歷史中呢 如果真的好像Terence那樣說 沒有了中國這個國家呢 這個世界就很完美的 在西歐整個那個歷史裡面 但是中國就好像一個很奇怪的外星球那樣出來了 那我們的問題呢 我有很多白贏朋友的 我現在跟他們聊過 我總結一下現在發生什麼事 第一件事 我們美國是未習慣輸過的 你看一下打NBA我們籃球啊 這個世界裡哪有對手呢 因為竟然東京國呢 Toronto 為家 都是外族來的 開始有的 Toronto有的 但是問題現在就是 下個月呢 美國的NBA playoff呢 是中國對美國這樣 就是你沒理由追得這麼近的 今次疫情呢 還多了一件事 今次疫情呢 將整個歐洲都整醒了 歐洲以為整個EU是比中國大 過了一些疫情之後呢 可能變了過去式的了 中國那個勢 現在呢 已經打時間差了 我們就今天創紀錄15萬了 好像 疫情 看完都怕了 15萬 大哥 中國這麼多加起來都沒有15萬 怎麼可以這樣呢 是不是 所以說呢 現在這個來往了 因為特朗普又花了很多次 花了10萬億 這個借多10萬億 去谷大股市 弄窮一些窮人 但是呢 美國整個那個量 是小了 歐洲是小了 英國是小了 唯一今年的GDP有政爭掌握是中國 那明年它現在都慢慢去的了 它都不理我們這邊做什麼 是不是 那就是說 在無限接運呢 可能就產生一個 一定要有 我上次說鬆爭了 那次不是啊 它跟你平頭了 是吧 究竟你是否後面踢他的腳呢 還是怎麼樣呢 這個是最危險的時候 我真的要說的 那如果一般在美國的白人 我講一些話 不代表華人 是代表白人的 我白人朋友說的那些話 聽著 我們白人已經討厭成為法律賽人 我們不需要高高在上 我們沒有義務成為世界道德標準 美國是沒有義務成為世界警察 我們的軍力 是去保護你 所以你要交保護費 大家聽過吧 它跟日本啊 南韓啊 歐洲啊 德國啊 要收保護費 它怎麼賣給台灣的戰機 一架本來賣給別人 就五千萬 賣給台灣就一億五千萬 還要是舊的東西 OK 所以美國是沒有義務 令到世界太環保 你記得奧巴馬說的那句 如果每一個中國人 生活好像美國人那樣 這個世界就會綠沉的了 因為我們不可以每一個人都有冷氣 每一個人都開車 每一個人都旅遊 嗯 你聽不到 你猜不到這個是奧巴馬說的 那如果是特朗普說更厲害 嗯 好了 Larry 我們禮養一下女士先 因為Mabel 下半個小時就要離開 現在剩下大概有三四分鐘 那麼想Mabel 和我們總結講講 我其實仍然是這樣想 革命尚未成功 和自然需努力 因為要改變美國 真的要靠一班 我們這樣看得開的人 和青少年合作 因為青少年 他是很充重的 雖然他感染了我 我覺得年輕化了 和有活力 但是他們始終是沒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 跟我們這裏叫做 intergenerational 即是兩代一起合作 是可以改變的 剛剛Larry這樣說 也是的 因為美國 你有沒有看美國叫做國際新聞 他的國際新聞 是全部美國新聞來的 嗯 美國是不知道國際是什麼 所以他們的眼光都要擴大 我們說的 就是美國這個國家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之自大 和看小第三世界的國家 這個是事實 這個有段時間才可以改變 所以我經常都說 在這裏生命這麼久 都是革命尚未成功 但是我離開這個座談會之前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在場的朋友 不要說總統選舉完了 就這件事了 其實這件事還是有一個很長的首尾 就是 種族主義 那跟著來看 看這盤遊戲怎樣玩 就真的要注意一下 Georgia這個選舉 因為現在 拜登做總統是不可改變的 那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仍然是民主黨主隊 眾議院 眾議院 參議院 就是49對48票 誰贏到Georgia那兩個位 誰可以控制眾議院 現在兩個民主黨的候選人 在初選是領先的 共和黨是要非常之腳振去思考這件事 12月初要複選 是啊 我是不可以想像 1月5日之後 Mitch McDonnell就變了 一種小民主黨主黨 Scoumer就變了》 它是一個翻天覆地的 但是 就算是民主黨主導 她不會對中國優先 我們可以寫擔保 所以我們的工作是仍然繼續 尤其是現在民主黨 民主黨的主導師是Nancy Pelosi 我們都很熟悉她 我們這裡要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回到時期觀察的習傑號,我是梁建峰 今天還有幾個嘉賓繼續跟我們在餘下半個小時裏面 余錦光、霍永強和劉文怡律師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現在看看拜登 其實拜登可不可信呢? 一個終身的政客在不同的職位崗位都做過 足以用三個字說,是老油條來的 他上了台之後,會不會做正確的事呢? 還是堅持跟隨民粹來走? 中美關係會不會因拜登而有轉變呢? 大家怎麼看呢? 我呢就有空間 和Terence更加激烈 我對於美國的制度負難呢 我很大的憂慮 因為你如果是行政、司法、立法三個部門都不正常 並且負難 然後加上你美國的主流傳媒 對於國際的事件 尤其是對於中國的理解 不得深入呢? 是一個很大的危險 大家知道拜登的腳印呢 在政壇上有差不多五十年的經驗 他奔跑了很多國家 並且去中國很多次 奧巴馬上任做總統之後 他不斷地去中國訪問 跟中國的領導人呢 有對話 但是始終呢 我看他的腳印呢 我覺得呢 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一向是要講民權 要講人權 如何中國要有輿論自由 如何要有法制 法制 司法制度呢 他一向是批評中國 沒有司法 法制的風氣和文化 在這方面呢 我完全跟他沒有認同 現在呢 看看呢 因為美國呢 通常在外交方面呢 最主要的供應的智慧人士呢 都是在華盛頓DC 那些智庫呢 那些智庫呢 他有一個半政府 半不是政府的非牟利機構 叫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呢 一向都是外交部門呢 多數的精英人士呢 都是靠這個五千的會員 去供應他們的所謂專家 我們說的叫China Expert 我已經追近這些人很多年了 差不多有四十年呢 我是America Watcher 我是觀察這些中國 美國的中國觀察專家 每個人我都有個認識 因為我本來是讀那個 看中國的China Watching 的鞋而畢業 所以我對這些人呢 我十分了解 如果拜登呢 委任為包部長 或者他的幕僚官 或者他的中國政策 那些班底呢 是從這班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那班人士呢 我恐怕呢 美中關係會很大風波 嗯好 聽下其他兩位 Larry和Terence 你們怎麼看呢 那我就繼續 我再加一點 大家一定要好好留意 這件事 不要再看美國這個選舉 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呢 英國特朗普是一個概績 拜登會上場的 那但是拜登雖然有這麼多經驗 以前他所有經驗呢 他剛剛從政的時間呢 美國的過力是中國的20倍 接著去到10倍 接著去到5倍 到現在差不多 今次疫情完了之後呢 很無限接近了 拜登對這個中國呢 完全不是陌生的 以前特朗 這個奧巴馬也好 Bush也好 或者之前 Reagan也好 他看中國呢 我們是可以做手術的 我會切哪一顆就切哪一顆 我怎樣拘捕就怎樣拘捕 怎樣拘捕就怎樣拘捕 他用一種高高在上 安排這個心態 是吧 但是現在呢 大家想說 任何戰略的三角形 我看歐洲 現在不要說日本 俄羅斯那些不入流的了 那些是路人甲路人穴 印度也是路人丙來的 正式現在在盤棋裡面呢 就是歐洲 英國 美國 以及中國大陸 但是由於這次呢 這個疫情 以及 我史稱的是什麼 不要介意一下 大家喜歡共和黨 我史稱叫做特朗普之聯 就像是中國安禄山之聯 搞亂了唐朝 現在特朗普搞亂了美國的王朝 但是現在重新再移動了這麼大之後呢 這次你覺得等於輸了一場大仗 我告訴你 債升了10萬億 GDP縮了2萬億 死了25萬人 現在還有一千萬人受傷 國內完全分裂 等於打完一場仗 現在要收回它 那中國那邊就不是的 突然間全國 沒有 歷史上最團結就是這個時間 全部向前去 又知道自己是壞的 又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那它的中產階級在膨脹 那我就說什麼呢 三國營那個勢力呢 它要由震盪 要去到一個平衡 是不是呢 新的平衡點還沒出來 無論是歐盟 中國和美國 現在都要有一個新的平衡點 要先遷就了 講實力的 國與國之間所講的這些 那現在中國呢 剛剛你看到習近平剛出來那裡 他講過一句話的 國與國之間的那個力量是改變了 中國要適應這件事 就是說這個問題呢 中國拿了一些新的能力之後 有什麼改變呢 那裡面有兩樣東西講 很可能講的 當將來拜登或者美國 再講什麼民主自由 中國可能呢 就挑戰回 喂不要講這些 我們講對其他國家的民生 你可不可以提高非洲民生啊 你可不可以提高一些東南亞的民生啊 我們現在和巴基斯坦 昨天就弄了一條地鐵了 那你美國做了什麼呢 因為民生和民主呢 是差點而已 是不是是不是 那他們的力量在哪裡呢 如果中國採取是攻勢 為什麼中國是沒有意識 擁汰要求什麼的 如果你逼了它 它覺得我有 重新的力量呢 我採取這件事呢 世界可能不適應的 因為我們以前念那些口號呢 口號啊 自由和民主一念就靈了 好像香港那樣 是不是 香港這張牌已經玩爛了 這張牌不是這樣玩的嘛 是提早給大老婆玩了它 香港本來留住 當中國有亂 它才搞香港這張牌的嘛 它為什麼搞香港這張牌 引中國有亂 變成笑話 變成反面教材 那些我不講 但是我們講 最要看戰略上 因為戰略三個型 是動了 動得很厲害 這次 然後它還沒有跌回到一個平衡碟 我想大家就留意這一點了 這個平衡碟是全世界都未適應的 好 Terence 聽聽你說一下 拜登上場 我個人看我其實幾大有力 剛才Mabel也提了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民主黨也都主導參議院 其實對美國本身都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因為本身拜登上場 其實它代表了一個怎樣的 symbol 就是它代表了一個標誌了什麼呢 就是其實不是說好的事情 就是它代表了一個傳統保守勢力的重回 就是你可以說還有一些腐腦的那種 那種以前的金權制度回回來 就是其實問題就是它代表著 它就等同希拉利 所以其實就是在這麼多民主黨那樣 就是我覺得它推拜登出來 其實是一個很惡劣的一個形象 所以這個我是非常非常憂慮的地方 就是如果說你能夠真是完全控制了三 就是參眾兩院加上總統的話 其實對未來美國的改變 我覺得不是一個好的情況 而第二個問題就是 其實大家也有一個很可能有一個錯誤的想法 就是覺得共和黨和特朗普的人不認識中國 其實我也不是的 我從很多跡象看上來 共和黨人遠遠比民主黨人要認識中國 也都清楚目前中國和美國或者中國本身的發展形勢 很簡單的一個例子就是 你看到Marco Rubio 他經常出來踩上去捧頭彈牆 所以他的問題就是 他轉頭去到一些大線的時候 他講出來的說話 明顯地他是知道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 他根本就不想過這些紅線 但是相對來說 我覺得民主黨有一個最大的危機就是 他看到這些民主自由 或者目前外觀上面的中國 或者傳媒上面 在標籤這個中國太多了 而且這個還是錯的 說真的中國沒有錯的確是上升得很快 中國也都可能在大家看上來 有一點點那個態度上不同 但是是不是真的改變到其實沒有 就是中國還是需要很長時間發展 目前中國就算是計算一個本身在一些城市裏面 他平均收入5000元的問題 就是老實講 如果你計算整個中國 那個本身有很多億人 還是收入是緊急 就是你只不過因為中國特殊情況 你可能本身在很多地方 比較相對貧困的地方 那個生活條件低一些 但是也可以說他那個開支也都少一些 所以呢 可以說過得好的生活 過得好的生活 不代表中國有任何的能力 去真是說我要做一個Dominion 做一個霸權主義的國家做一個大國 現在我的問題就是美國傳媒 或者民主黨包裝到這種情況 連自己都騙了 這個是一個很危險的情況 尤其是在特朗普出現的情況 他就做了另一個壞的問題就是 他設了一個很錯的例子給這個世界 不是 我是做大佬 我不是做一個領袖 這個是另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美國應該做一個領袖 這個領前是一個先進的世界 不是說我靠這個 我手歸起展 大家這些小孩 這些小孩跟我賺錢 我就要照顧他 你不跟我賺錢 我就要掃下你 這種這樣對這個世界 對中國來說 就是做了一個很壞的一個例子出來 而如果你迫小孩的成果 就是中國要跟俄羅斯真的合作的話 我覺得是一件很麻煩很危險的事情 對這個世界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說真的俄羅斯本身有很大的軍事 你可以說在組織能力上它是很大 它對於美國現在的影響力也很大 所以如果美國做了一個這麼壞的先例出來 對於這個世界的長遠發展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這三個問題 就是民主黨一定要認認真真看清楚 如果再去到以前 希拉里奧巴默那套一定死定了 我就很贊成Terence說 其實民主黨對中國還是玩意識形態 是比共和黨更重要 你怎麼看蓬佩奧在那裡說一堆東西 搞生爛戰 但是共和黨看著 實際如何能夠控制中國 拿實際的利益 但是民主黨似乎還在那裡唱那些高調 反而更難搞些 我同意你們兩位Terence和梁總 在我們現在在節目上出街 你知道在東南亞亞斯人 有十二個國家包括東南亞亞斯人 正在開著高峰會議 你知道王毅外交部長會代表中國 他們可能會達成一個自由貿易市場 叫做RCEP RCEP 這個好像說要簽了 要簽了 差不多大肆的大綱 差不多定局了 你想像一下現在拜登 就看硬想翻轉頭要搞TPP 你知道TPP是排中國 不讓中國參加 不讓中國參加 你想像一下如果他的班底 尤其是中國專家 鼓勵他來潑線 對於TPP 他的效果是怎樣 又影響了在亞洲那裡 尤其是東南亞 又混亂了 這個是一個矛盾的可能性 第二方面我相信香港搞定了 一定會平定下來 因為前面來看 香港已經施盡了美國 美國、英國現在施盡了 根本英國和美國現在的情報局 沒有這個資源 沒有這個能力 人力 在香港繼續堅持 我相信香港那些港獨 死定了 現在唯一就是他們做難民 要向哪個國家走 澳洲要不要收 美國一定不會收 英國也不會收 加拿大、澳洲還有些希望 但是你們這些港仔、香港仔 那些年輕人、年輕人去到加拿大 去到澳洲 你們想像一下 英文也不行 技能也不行 你們想去那裡做什麼 是不是 第三方面 我現在看 中國不是一百分 老實說 他現在的戰場 就向著中國那裡 吸引中國很多青少年 在那裡做夢 都要崇拜這個美國夢 他們很崇拜 要出國 怎麼都要來這裡 浸在那裡 想像到美國這麼樂觀 唐人浮 然後鋪滿是金 去來斗金 以為美國是很理想的一個國家 很有自由 很有民室 很有民權 可以賺到吃 可以發財 好像Terence這樣 五千元一年的年薪 你來到這裡 五千元哪裏 中國啊 平安 是嗎 他來到美國 哇 一個工程師 在Google裡面做 二十萬一年 在蘋果公司 二十萬一年 美金啊 你想像一下 在中國這些青少年 發夢都要發得出國 在這裡 在華為也有 百幾兩百萬年薪 那些也沒有說 比例上 其實中國的spectrum 也有很多 第二個問題 我相信現在中國 一定要解決這個難倒的問題 如果我是 習近平的幕僚 幕僚獎 我一定要鼓勵習近平 澳門呢 在這個 滋江大灣區呢 是一個重要的城市 但是 你想說不讓他賭啊 可以賭 還是沒有大賭 美國都有拉斯維加斯 都可以賭 我贊成 Great is good But hypergrid is not good 就是少少貪心可以 就是賭的限度 太貪不行 小小的賭可以 就沒有爛到 好 剩下沒有多少時間 我都常常 今天想說一下這個 台海問題 因為在選前 特朗普就 洗了很多招在台灣那裡 賣武器啊 搞這些東西 派一些高官去 一時間呢 就好像台海 風雲密報啊 解放軍 每天都飛飛機過去 現在好了 轉了拜登贏了 台海的緊張 或者台海的局勢 這個武統 這個是不是暫時解除呢 大家 最後這十分鐘 可不可以 大家各書幾件改說 我就 順一下 這個計算方法 講兩句呢 清醒話 第一 以我所知道 和國內的人 談 看所有的事情 收穩台灣呢 可以說是一個過去式 如果習近平 或者他們想收 那 在他們想像中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台灣最大的問題 收了之後 可以被西方 利用這個做一個藉口 去做這個 對中國的禁運 這件事是很可能的 而且可能是有效的 所以呢 中國現在計算 就是它的 很坦白 它的石油線 好像現在要在伊朗 那邊 很盡力去搞定 它的能源 那個供給 和它的貨運 可以在巴基斯坦 那個瓜特爾 講上 很多東西都講 現在是講到很近 去 這件事 那麼 台灣那邊 就現在很興奮 就好像吃了這個 一種的興奮劑 那樣 美國想賣 那個武器給它 那我就奉勸一句 就是很簡單的 台灣現在怎樣買呢 跟中國的距離都很遠 但是你多了東西之後呢 它收回你的時間呢 因為它知道你有反抗能力 可能就會粗暴一些 就是說本來呢 死10萬人 死很多台灣的了 就可能要死50萬 就是 這個只是在比例上 但是記住 中國現在這麼多年 現在所有做的事情 它防止是美軍 中國的假想 就是沒有其他軍的了 它不會想著 找一個日本人來打 沒有想過那些事情的了 它只是想著美軍 所以它所有現在那些制度的事情 如果美國今天有信心 就可以克制到中國的 也都做好動手了 就是說 連美國自己都覺得是五五波的時間 台灣怎樣做法都是一個 但是呢 可能是一個很慘烈的 就是到時候 本來大陸不用整個台灣都炸了 到時候就會炸了 那我希望不會做到這樣 我現在相信不會 但第二樣應該改了 以前呢 中國說台灣碰了一條紅線呢 它就馬上會動去收的 現在我是中國呢 坦白 如果我是習近平 我看 我寧願忍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大小 所有的指標 告訴我 五年十年之後 我要收台灣 美國都不敢動的了 不用太久了 十年之後 因為此消彼長 現在兩邊的力量呢 我就說 從來沒見過力量變化這麼大的 這個疫情 將美國和中國的力量 現在叫醒了中國 你差點什麼 不要叫醒中國 因為我們中國那時候 好像劉律師那樣說 我有很多人崇美的 我們一打電話回大陸 崇美的人都沒有人說了 就是太肉酸 特朗普做得好 那現在呢 那些年輕人都不崇美的 那整個變了 就是質量變化了 所以台灣這張牌呢 打爛了 繼續收不收呢 主動權在習近平那裡 如果我是習近平呢 我寧願不收 讓你多威多五年 十年 到時候我們收回來 都不用開槍了 就是很自然 到時候的國際 已經不同了 你看RCEP 我們就簽了 全世界最大的中產階級 我解釋一下 最後一點 就打通任督 而中國的四億到六億的中產階級 加上東南亞的一、二億 再加上日本、南韓 全世界的方法 都要在這個中產階級市場 去做事業 我們美國加起來 怎麼威都只有兩億 大佬 沒有了 這應該是個虛色 大家不看這件事 不可以 這真的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好 Terence 我個人還是覺得有憂慮 原因就是 剛才說到 美國 尤其是民主黨 比較重視意識形態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情況 而在中國的角度 當然 由始至終 大家都知道 中國當然不想牽涉任何戰爭 但問題就是 中國的紅線 永遠都在 我覺得兩件事 一件事就是說 一就是美國軍艦 公然地去台灣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美國真的承認台灣獨立 但這種情況就是 因為你自己民主黨 又在黨綱上 掛走這個 一個中國的態度 所以本身 這個是 其機仲人在 但問題就是 我唯一希望就是 就是我希望民主黨 不要佔了全部主導地位 的說 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它可能都還要位置於國內的州選 因為我覺得 就是拜登上台 他怎麼搞呢 COVID 怎麼搞定疫情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於現時的形勢而言 已經沒得搞的了 那沒得搞 我怎麼應付下去呢 所以變相就是 台海的威脅仍然存在 但是我覺得 有一個好處就是 就是 大環部也設定了一個證明 就是說 他們這個紅線是不能鬥的 Marco Weibo也說了 他們很清楚 那個紅線在哪裡 所以 他們也沒有做到 沒有用這件事 去再進一步 就是我想說 如果說 大環部也訪問台灣 我告訴你 一定 他可能可以贏到這次選舉 但是他也沒有這樣做到 就是因為 引申出來的影響實在太大 大家應該是看到這個問題 但是 會不會因為 就是 民主黨看的意思形勢太高 而 過了這條紅線呢 那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危險作狀 嗯 我的看法呢 Terence 和Larry 就是 香港和台灣不一樣 香港呢 對於美國呢 沒有一個利用的價值 但是台灣呢 有相當的利用價值 第一 他們在Microchip方面呢 美原件 尤其是台灣 Semiconductors Manufacturing 有相當的重要性 因為如果台灣那些高科技 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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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技工廠 被大陸控制了呢 美國我相信 我們這些高科技 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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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印度或者菲律賓跟你去裝那些手機 所以如果是香港和台灣比較 我相信拜登上任會放棄香港 香港沒有什麼利用價值 是一個自瘡來的 所以那幫香港的年輕人沒有發毛 你的前景在美國做難民沒有什麼大可能 留學生你又沒有自費的能力 你知不知道九成的中國留學生在這裡是自費的 除非你父母是富豪的 你想來美國留學一年的經費就是去Stanford 至少要九萬十萬一年 香港青少年如果不是爸爸媽媽有錢的 你做夢都沒有來美國 沒有能力去讀美國大學 所以台灣就不同 台灣高科技還有些人才 所以現在中國對台灣的主要 為什麼不動手呢 就是因為怕驚動了那些高科技 並且台灣很多台商已經聯合了 統一已經在經濟方面 台商和中國事實上已經統一了 經濟上如果不靠中國 中國可以踩死他 但是為什麼習近平不動手呢 就是指魚人的原因就是 你一打仗起來 自己中國人打中國人 是一個很悲哀的事 所以現在還是人 人、人、人 香港不同 香港呢 你這個小子在這裡搞搞震 沒有建設性的在這裡造反呢 尤其是這幫英俊 隨街在這裡搞震 影響中國的香港的經濟 所以在這裡呢 怎樣都要下手 所以香港的前景呢 我覺得呢 就是拜登上任也好 他不會動手 他會在這裡廢 廢得很緊要 但是始終呢 香港呢 我相信呢 這六個月到一年呢 會平定下來 中國呢 最後這裡呢 我想加一點 大家要提醒一下 根據中共 我們說中共不是中國 立國以來每一次動手 原則性很強的 如果他沒有原則性呢 他不是很怕 有時候你強我弱呢 你看朝鮮戰爭就知道了 OK 他覺得你會危害到他國家的安全 所以剛才啊 方便強剛才說的 我很同意的 台灣千萬不要過那條紅線 最近這兩天 有一條線就過了的 就說美國的 開軍陸戰隊 開軍陸戰隊 開軍陸戰隊的台灣訓練 可能是真的 台灣就說實實的事 美國立刻否認 他說沒有這件事 他們全部都是私下 私下去了很多次的了 從來沒有說 都不敢說的 那就是說 美國知道這個紅線在哪裏 而且呢 中國對這些紅線是很著重的 到時未必一定是計 人命 未必計那個禁運 那條線呢 如果台灣同胞聽到 奉勸大家回去跟他們說 不要玩火 我們見過的 還有再提到香港人 中國大陸真是萬惡的 那些共產黨 他惡起來 那時候你就後悔了 不要以為他不可以惡的 他可以惡的 他最近修身的時候 我們沒見過他這麼好人 OK 但是他本質呢 你說他殺過人嗎 他殺過人 怎樣殺法 他都有很多種方法 嗯 你最後說得有點恐怖了些 不過我們用最後 我們時間就已經夠了 用一個去總結 中國如何去面對世界 面對香港 或者面對台灣 比較緊急些 其實大家可以用一個思考的角度 就是 因為現在中國政治的主軸 就是說 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 就是說這個民族復興裡面 就是一塊不可小 其中一個條件就是 怎樣才叫真正的復興呢 就是國土完整 所以如果中國是繼續追尋 這個中國夢的話 那麼這個台灣問題 應該是很急逼 可能是要解決的一個事 好 今天我們節目時間到了 多謝大家 現在有點意猶未盡 或者我們下一次再安排時間 我們再談 香港的小朋友 千萬不要做夢 我勸你們 要國教 學中國歷史 去中國看一看 如果你不會講國語 可以去學 不懂英文 更加要學 那些不是不懂 那些不想去學 不想學 不想知道 你想講普通話 他要罵你的 這是香港來的 幹嘛講普通話 好 今天時間夠了 我們下一次再談 多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 多謝Larry Terence Mabel 多謝Larry Terrence Mabel 多謝Larry